發生這不是移動建築物而已 這不是幾百戶的建築而已 這是一個價值上百億的土地重劃案 就在你的這個 不曉得是你們好交情的交換之下 我們也看到 過去 我們也看到就讓這件事情也順利的在進行 這個林議員也要補充一下 好現場各位 現場各位媒體先進還有線上收看的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是北區市議員 我是楊玲玲 那仔細追查這一家當代建築的背景 他的負責人周祝林 名下有群星建設 有豪城不動產 有六家土地開發等多家不動產的開發跟建設公司 那更臭強的是 所有新竹縣市 土地開發的人 都知道 農村重劃案 就是這個東區水人 置辦的農村重劃 土地案 的委託公司 就是這一家 豪城不動產 的負責人 就是周祝林 那種種的跡象都顯示出 這個高宏安 不管是在私人私物 或者是公家標案 都散發出 濃厚的 建篩位 土開位 十一柱形 離不開建商 離不開土開 請高宏安 向市民 說明清楚 李中庭到底有沒有 喬 萬聖節的 活動標案 是不是有把 標案 透過特殊的關係 給這個李奧行銷 那李奧行銷 背後的建設公司 又牽扯 這個百億的水源 土地 重劃案 的關係密切 這個是不是 也證實了 李奧行銷 就是 這個建商 就是這個 土地開發商 跟高宏安的 白手套 這些千絲萬縷的關係呀 難道最終的目的 就是要重啟 這個水源 置辦 重劃案嗎 我們可以看到 下一張圖卡 在這個 治監市長的任內 104年的2月 似乎會議裡頭 就曾經 拍板定案 你可以看一下 有關 市地重劃 政策的 白皮書的部分 基於市地重劃 涉及公共利益 跟社會公平正義 本府主導 公辦 市地重劃 跟區斷徵收 為什麼 原因就是要避免 公共利益 淪為私人壟斷 如果開發有盈餘 那這個 將會全部 歸回給 全市共享 投入地方的建設 好 我們再來看 所以簡單說啊 這個就是 在這間市長任內的時候 把這個 自辦都更 改為 公辦都更 為優先 那 周祝林所負責 籌劃的 這個水源 重劃案 本來在民國 190年 109年 的時候 因為都市計劃 整體規劃 而 緩戰辦理 那高宏安市長 上任之後 新竹市政府啊 趕在今年的三月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公文 直接 含文給這個 自辦重劃會 然後說呢 要 續辦相關的 重劃作業 這距離高宏安上任 這個市長 不到三個月 然後就讓這個 水源自辦的 土地重劃案 在今年死灰復燃 這個就說明了什麼 高宏安市長 一上任之後 水源牽甲 這一個地方 就一直在盛傳 這個水源的重劃案 即將要加速的推動 那導致附近的 這個土地買賣 變得非常的熱絡 那這也證實了 這個地方上的喘言 是真的 好的我們看到 議員控訴 這是上百億的 土地重劃案 卻在他們的好交情下 得標 總統事實上顯示 高宏安不管是 私人的事務 或是公家標案 都散發出濃厚的 建商味 讓人懷疑 你要行銷 又是這些建商的 白手套